世界上杀人最多的动物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老虎 还是狮子 还是海中恶霸鲨鱼 不 都不是 今天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地球上每年杀人最多的四种动物 尤其是最后一种 就潜伏在你我身边 第四名 鳄鱼 平均每年可导致2000多人丧生 这是一种爬行类变温动物 平时栖息于河流与湖泊之中 经常潜伏在水底一动不动 当发现岸边有猎物出现时 便会悄悄从水里游过去 趁气不备 瞬间从水中一跃而起 然后开始死亡翻滚 直至它们断气为止 由于鳄鱼有很强的隐蔽性 因此人类在不经意间变成了鳄鱼的盘中餐 第三名 蜗牛每年可导致20000多人死亡 就是这么一种行动极为迟缓的生物 每年却能夺走那么多人的生命 蜗牛真正危险的是 其体内所携带的致命寄生虫和血吸虫 一旦不小心被气感染 可导致人体内肝 肾损伤 因此丢掉性命 第二名 蛇 平均每年导致5万多人死亡 目前全球约有700多种毒蛇 其中200余种蛇类一口就能让人丧命 蛇毒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神经毒素 一种是血液毒素 一旦不小心被咬伤 如果未能及时治疗 必死无疑 第一名 蚊子 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蚊子 蚊子平均每年导致近百万人死亡 这是一种具有刺吸式口气的鲜小飞虫 它们主要靠吸取血液为生 而治病的原因 是因为蚊子不断更换吸血对象 导致病毒到处传播肆虐 特别是在非洲地区尤为严重 在当地 平均每30秒 就有一个儿童死于蚊虫钉鸟 是当之无愧的人类第一杀手